游文图斯 葡萄原巨星很快就用事件背上的经验表现予以回应 他加盟游文后 俱乐部球影响量猛增 股票暴涨 社交媒体粉丝数量成几个级数增长 这比交易 游文图斯真的是专大发了 尽管C罗与黄马的局予以成王室 但游文心源依然不放过任何机会及对钱东甲 在接受游文电视台采访时 C罗谈到了在他眼里游文与黄马的不通之处 两支球队有何区别 我认为游文图斯就像一个大家庭 求你也是如此 C罗辞于既致敬的心动甲 又狠狠打脸黄马 在银河舰队 他承担着巨大压力 高层的傲慢与偏见 求你的批评与指责 都让他难以释怀 C罗还谈到了加盲游文图斯的理由 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 转会是个轻松的决定 上赛季欧冠联赛 我在都林打进了道沟点球 连游文球迷为我鼓掌 真是不可思议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更喜欢游文了 我希望尽快适应一甲 并迎接新挑战 何时攻进出此球不重要 我更期待随球队的冠军奖杯 据马卡报透露 黄马明年夏天将邀请 游文图斯参加伯纳乌杯 据越不希望以此向C罗致敬 效力黄马九个赛季以来 C罗为球队立下无数功勋 但俱乐部没有为他举行告别仪式 霸道总裁是否会随把马军团重返伯纳乌 一切都要看老佛爷是否还是球队主席 葡萄牙人今夏之所以离开黄马 主要是因为和佛洛伦帝洛彻底决裂 黄马主席故意不履行C罗的夹心承诺 再后者先入税务官司 时也迟迟不语发声 给西达内施亚导致玄帅辞职 他的所作所为 令C罗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由于不想再见到老佛爷这个仇人 C罗甚至不愿再惊吓回黄马跟前队友告别 要是明年夏天老佛爷还坐在黄马主席的位子上 C罗重回国那无极无可能 他何必用自己的热脸去贴对方的冷屁股 为一场无足重心的商业比赛背叛灵活呢